今天我们来聊聊古代抄家 还有比杀死罪犯女家属更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吗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思想 不管是在哪一个朝代都有着男尊女卑的状况 很多富贵人家几乎都是三妻四妾 皇帝后宫家里几千 不管在哪一个朝代都是非常正常 只要是有一点钱的人家家里都是有着几个丫头使唤 官室之家的丫鬟更多 整个家族大大小小有着几百号人物 皇帝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只要想让一个人死 根本就不会让你活到明天 很多家族因为权利的关系惹怒到皇帝 导致整个家族受罪 这些女人将会怎样处理呢 她们的未来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的 古代株连九族虽然有出现过 但是正常的抄家基本都不会株连九族 除非这个主人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谋反 卖国 正常的罪行基本都是处决当事人 因为这样不会涉及民愤 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也就单单处死他个人 那么整个家族其他人将会怎样处理呢 古代官员的处理正常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种乃是将整个家族全部都流放 押送到边疆遥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基本都是渺无人烟 条件非常差 基本都是很难生存下去 在古代能够用到流放 可以想象这个家族的罪孽究竟有多大 古代流放的罪责也就仅次于死刑 其二将整个家族全部变成奴隶 这些女子将会成为别人家里的下人 虽然地位非常的低下 但是还有自由 比那些流放千里之外的犯人好的实在太多了 虽然最终都是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但是只要有还可以活命的机会 未来还是有一些希望的 第三种 这种惩罚好像有点过分 将这些女子全部都送往民间的妓院 还有一种乃是送到官府直属的妓院 送到官府妓院的这些女子 她们主要是服务达官贵人 但是民间的妓院就不同了 她们服务基本都是一些平民百姓 基本都是没有什么钱的单身汉 一旦进入这个地方 人的性命堪敌草戒 就算死去也没有任何人会同情她们 因为她们本身就没有任何地位